食品研究所在经济部技术处科技专案的支持下 对于新颖的食材以及新式的设备都有许多创新研究 112年研发成果展示吸引国内食品业者出席参加 尤其近来植物肉议题受到关注 食品所也对植物肉的油脂口感不足等问题提出改善 推动产业技术创新 二十几年来已经投入在植物机的这些仿肉的产品 那一直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 这些多维度的这些多纤维的黄豆蛋白质的替代肉 那我们目前也除了这些素肉的品质 它的口感做更多的提升 这一两年我们特别针对像这些植物肉 它的口感 它的脂肪的部分 特别做更多的这些研发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 让我们的产业界有更多的这些的帮助 食品所研发成果吸引了食品业者参加 尤其食品在不同的原物料特性的组成下 创新技术的支持也是让食品业者 推出更符合大众的需求 透过成果展示的机会 也让业者跟食品所有双向交流的机会 因为我们是做纯粮造的酱油的一个专业的工厂 所以希望今天能够来这边学一点技术 或什么 未来有可能跟这边合作 那使我们的技术更进步 我们的产品更精良 植物肉非常有感兴趣 因为我们公司也一直在推行素食 我们希望是说因为透过这个素食 可以对地球有一些帮助 让大家少吃这个动物的肉 那么使这个减碳可以有更大的效果 食品所112年研发成果展示及产严合作计划说明会中 计划主持人针对植物蛋白产品和创新制成技术 植物性饮品混合调配设备 以及产业链整合应用进行专题分享 让参与的业者了解技术转移 还有产业趋势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